Honey 大家好 大家在古墓的這個任務呢 完成度到達多少了呢 是不是很期待拿到這個古墓啊 其實還好沒有啦 其實古墓喔 我在體驗服玩了蠻多長 我真的覺得真心啊 真心覺得基本上是可以有一些作為的 這古墓真的蠻強的喔 那到底強在哪裡呢 相信一些被動什麼 大家可能還沒很熟悉好不好 我們稍微很簡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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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 easy的來講一下他的技能組 反正他被動呢就是進到草叢你可以回血 那回血呢他是有一個時間的 有一個時間內你回血可以回大概四分之一的血量 那出草之後回完之後呢 CD15秒內你才可以再進入草叢再回一次喔 那只要碰到傷害呢就會停止 那他的一技能呢是一個算是這個 伸縮自如的 橡膠拳 喔大概是這個感覺 對他就是一個魯夫再加上 暗哥來著 對這個一個綜合角 漫威加上這個海賊王 哇他根本就是 就是防這個魯夫這邊一個閃現喔 直接收掉對方的納克羅斯 那他的一技能呢他吃的這個物理攻擊是蠻高的喔 吃到裝備的百分之八十喔 那並且呢普通的狀況下呢 他是可以 造成減速的 而他要怎麼樣變成巨速呢 就是他的技能喔 不管是大招或是二技能或是一技能 對只要是技能的命中到 小兵就可以累積一次 那這邊直接拍死對方的這個閃電俠 那如果呢是命中到英雄可以累積兩次 累積五次你就可以變成巨速 那 使用這個巨速呢你可以有 額外八%的一個 護盾 生命護盾 並且擊退敵人 而且他這個技能呢是可以穿強的 這也是 唯一一個 我們這個 Groot 他可以穿強的一個技能 那麼呢 他呢是這個技能組呢是可以同時命中多個英雄計算喔 所以你看二技能呢 趴扎一下 把對方兩次趴扎在一起 就疊了 四次 其實很快 那 他的這個 巨速技能呢 如果呢你沒有去擺著不動的話 他就會 消失 所以大家記得去使用 盡量 有事沒事就看一下 我的一技能 好了沒 所以他變成巨速的時候 他會有另外一種一個形式喔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下方有沒有 再疊這個乘數啊 這乘數呢其實 就是 怎麼講 就是他是會消失的喔 所以大家不要以為我好像像握馬一樣喔 打著放這樣喔 沒有沒有 沒這種事 沒這種事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打到敵方英雄呢 直接大招開起來有沒有 疊到四層有沒有 下面這一技能呢變成了一個這個 巨速型態喔 這時候呢 我跟你講要好好的把握這巨速型態 要嘛衝要嘛歸你知道嗎 那 再來講他的二技能呢 他二技能是能夠 將敵人拉到自己的一個 位置的正中央喔 那如果同時命中到兩個敵人可以造成額外50%的傷害以及暈眩 所以盡量呢就是把兩個人趴扎一下趴在一起這樣 那他的大招呢 這大招可炫喔 他大招呢是 可以有一個 超大範圍的緩速 那並且呢可以發射總子機關槍 而這總子機關槍的發射的一個方式呢 是要用你的左手啊 就是那個技能 左手的那個 移動位移動位置的這個按鍵呢 去移動那個總子機關槍的落地 那落地的地方呢是要自己挑選 但是重點是 緩速的地方呢是 只要在那個圈圈內都可以造成緩速 而且命中到敵方英雄呢 是可以 回血的喔 那麼最後呢 他呢只要打到 這個英雄8次 打8次 喔 那他們就可以造成暈眩 對那在這個影片 因為在這體驗服啊 所以其實有時候一直暴聘喔 不是很好 很好打 那 我剛剛講什麼 喔對 命中到 全部大概技能介紹就是這樣 結束啦 那大招呢 有人想說 那我大招這個大招 如果在家閃現行不行 喔 是不行的 不行不行 沒辦法的喔 沒辦法 他大招呢是一個 霸體狀態 但是重點是呢 你沒辦法用閃現 對所以你不要想說我要閃 那個大閃大 然後閃緩 這樣 閃到對方前面緩速 是不行的 但是呢 閃現呢 我覺得他可以做到地方就是 其實我蠻喜歡帶閃現 我帶過斬殺跟閃現 閃現算是一個比較好操作 比較好秀出一點性質的東西喔 秀出你的技術的一個技能 你可以呢閃現過去 二技能 啪炸一下 把對方打在一起暈眩 或者是 在一技能變成拒速狀態的時候 閃現到對方後方 然後把他推回來 這個推回來呢 距離其實蠻遠的喔 那 可以適時的把敵方的一群人 給推回來 這是可以造成群體推動的 不是單體而已 那 大招的話呢 就是你的 你可以呢 其實是可以強行塔殺的喔 只要你的技能命中的好的話 你可以在 對方的塔內攻擊他 自己回血 但是重點是 塔的傷害會越打越痛 所以大家要注意這一點 喜不喜歡帶斬殺 就看個人啊 但我個人是 目前比較喜歡帶閃現 因為我覺得閃現呢 可以讓我的古墓更靈活一點 因為他畢竟沒有任何一個 穿牆技能 所以不管是追殺或是逃跑 都有點麻煩 而這邊我們的 阿根尼呢 是抓到對方的熊貓 我們直接的就把他貓死 噢 sorry 他今天啊 我以為有颱風來啊 想說這個要在家裡 呆好呆滿 那就也沒有颱風 呵呵 好算沒關係 那 這個呢 是其實已經到了第二場 那這裡可以看到一下 我的大招呢 開啟的時候呢 範圍內真的沒什麼人啊 真的沒什麼人 然後這剛才可以閃現出來 所以呢 我就直接果斷取消大招 那這邊看到熊貓 被我們阿根尼又拖到了 我們這邊普攻一下 再一個 一技能 二技能 那對方呢 你看血量很殘喔 這時候呢 我們納克羅斯也看到了 雖然是體驗斧 但是隊友呢 還算是 有點水準 我是這樣覺得 那大家來看一下這一波 有沒有看到對方的這個 骷髏魔法史 他血量很殘喔 那我這邊呢 稍微瞄了一下 他準備在那邊回家 太扯了吧 你把我當誰 一個閃現過去 一技能戳爆之後 大招開起來 直接 讓他緩速之後 在最搖擁的地方 丟下 中止機關槍 好的 那這邊的話呢 再給他貓一下 這邊要先拉掉 直接把他推回來有沒有 他直接開了一個閃現就跑啦 那我覺得古木呢 在正式版本呢 大家應該已經拿的差不多了 基本上都要拿到了 因為他已經釋出了這個介紹 英雄介紹 差不多差不多了 那這個古木呢 我覺得 在於 邊線來講 是 比較好適合 待的一個位置 因為他的 這個 續航力 其實是很夠的 他續航力 你只要進草叢 基本上呢 現在的角色 你不給他 來個回血技能 不給他來個位移技能 其實是很沒辦法生存 但古木唯一的缺點 就是他的位移技能 是有條件性的觸發 所以呢 呃 我覺得不太適合做那種 太多的走動 或是 餐團太多 因為 你餐團太多 你可能會需要 真的需要位移技能 或是怎麼樣 所以 好好的 你就在自己的邊線上 發育一下這樣 就可以了 發育好之後呢 對方其實我說真的 這次就是一隻 對方打不死你的角色 我說真的 古木其實也算是一個 蠻坦的傢伙 自己又有回血能力 這邊的話呢 直接丟起宗旨機關槍 但對方呢 還是跑掉 但夜叉直接給他抓回來 大家看一下我這邊是有一個 一技能好的 但 我為什麼這樣推呢 所以夜叉已經抓到他了 不然的話 如果你這樣推的話 是 這個回程 如果你這樣推的話 是會把 剛會把敵方推到塔裡面的 對所以 要嘛就是 閃現再更前面一點 再把他推回來 不然的話呢 基本上呢 會有點危險 這邊又趕快了 血量要不要 那趕快開啟大招 等待隊友的支援 而這邊 再一個衝撞把他撞回來 但他直接倒地 熊貓呢在旁邊 肆虐 看到莫拉靠過來 我馬上放生隊友 對這個TNF應該是沒什麼認識我 而且我還用本名 我操 這個 好拜拜 就在這裡看戲 看好看滿了 這就是我一貫的作風 對我就是看到你 你看我我看你這樣 我昨天看鬼修女啊 我看到螢幕超好笑的 他是鬼片喔 反正呢就是 French 反正這裡應該 五四三個一爆雷啊開始 反正就是有一幕呢是 那個French呢 小法 他到了一個 很多那個頭被遮起來的修女那邊 就是很後面很後面 然後那個突然 就是走一走他就 卡卡卡卡 然後頭這樣動一下動一下 然後他就從那個很多 很多白修女那邊 就是 蓋著白布修女 中間走過去 然後一直跟他們看 就是 你心裡想說 那到底是誇小 這整部呢我覺得都 蠻奇怪 就是感覺哪邊有鬼他就往哪邊去 那種感覺你知道嗎 是 一點都 沒有到 有點真實 因為 鬼片這種東西啊 就是 真實才恐怖 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覺得他有點 有失真實性啊 怎麼會是你去給鬼下 應該是鬼來嚇你吧 那感覺就是 鬼就在那邊 你知道嗎 他就是故意去給鬼嚇這樣 這怎麼會是這樣呢 應該是要鬼來嚇你才對啊 我對於 安娜貝爾 這個系列 利盈宅這系列 我覺得 最好看是 第二集 然後第一集 然後安娜貝爾還好 後面的 後面之後出的就覺得 有點有失水準的感覺 我很期待這次的鬼修女 但是其實去看之前 聽說影評好像沒有非常好 就是一般般 但也不雷啦 也不雷 打到後面呢 真的他們是打到後面 我跟你講真的是打架 跟鬼打架 我突然覺得好像在看科幻片 你知道嗎 因為 你知道如果 你看復仇者 你就不會覺得 他被打好恐怖 那來呢 夭壽 鋼鐵人 那來 鋼鐵人 鋼鐵人 不會 但是 看鬼片 被鬼攻擊的那一下 你就覺得好恐怖 但是鬼片恐怖的地方就是 初其不夜嚇人 當你一隻鬼肉頭太久的時候 你就不會覺得他很恐怖 你知道嗎 所以我對於這部電影的評價呢 我覺得 收手一般一般 真的是收手 但是 這是個人的一個觀感 這是很主觀的 所以大家不一定 就覺得 陳浩說好像還好 真的還好 對 就不用不用去那個 不用去在乎 懂嗎 你想看了就去看 你喜歡看鬼片就去看 那你喜歡古墓呢 把它拿用 那我個人覺得古墓這隻腳 真的是算OK啦 對打團來講 其實蠻有幫助 牽制力其實蠻夠的 那他大招呢 範圍也超大 這邊有沒有 古墓是可以穿牆 而且他穿牆 距離其實蠻長的 但這種意思就是 麻煩 現代人 追求快速 你這麼麻煩的一個位技能 會導致人家 Kimoji不好 你知道嗎 那這邊來看一下這一波 先拍擊了一下 這個 對方的這個是誰 那個 艾比狼 對他是艾比狼 不是他是沙瓦狼 他沙瓦狼 他用腳踢 對他沙瓦狼 你看這一波我們直接把他 壁動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直接戳好戳滿 我這邊再一下拍擊 直接把對方拍死 那 這一次的 這個裝備呢 我是參考的 那個誰啊 反正就是傳說對決 那個 那個 啊 官方的影片的那個 找的職業選手 我忘了 然後是看他的出裝 那我覺得這套出裝 其實前面啊 火甲可以一定要 然後在 鋼槍跟破陣 其實也可以自己考慮 因為我覺得他的 攻擊算是黏著對方打 鋼槍破陣自己 選擇 那我覺得冰袍算是很好用 因為流人的能力算是不錯 畢竟他算是一個 有範圍性的CCG 所以呢如果可以 增加對方 留下的時間的話 你的CCG可以控制更準 所以我覺得冰袍是不錯 那後面就是看各位 那當然在正式服的話呢 當然我們也好好的來玩一下 古墓啦 來研究一下到底 正式服的出裝 該怎麼出 好的那今天這部影片到此 結束 請來看我的直播 快去NOLIVE 今次穿了 超級贅子 我們就知道 這個影片到餐廳 先回到